刚才我看你走路的时候已经开始用点滑冰的动作了 怎么样感觉类似不 类似类似 但是特别长是不是 就感觉摆特别长有点碍事 还是挺有帮助的我觉得 能找到点感觉 对 他至少这个重心啊 像那个刘兵对重心的考验 其实比双板更严峻一些 你必须得放在正中间 你不能太前也不能太后 然后呢这个双板也是一样的 但这个重心方面如果纠正好了以后 真的其他的都非常好解决 当我们这个勤同学 在勤劲肯肯的锻炼的时候 旁边有一只疯狗 我们来采访一下 怎么样你感觉 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起练习呢 你想跳棋是不是啊 你以为你牛逼是不是 来滑起来我看看 来压外侧腿 压着外侧腿缓 一定得压下去 我靠 来牛逼的姿势来 走两个 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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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真的让我想到了 我当年学双板的感觉 从来就没有学过这个披萨 全都没有学过内巴子 直接就滑了 压外侧腿啊 又往后坐了 又往后坐了 身体往前攻一点 你看像我这样往前攻着一点 一定要压到脚尖 对 哎 身体先带过去了 刚才 刚才身体先往左边倒了 对 往前压到脚尖啊 压到斜舌压到脚尖 好 还是有点压内侧的 转向过度了啊 对 对 起伏 对 起落 起 哎 你试试看这个溜冰那个那个stop呢 你能不能感受一下 卧槽 卧槽 哈哈哈 来哈 错误示范了哈 早起 看看溜冰的人 多狂哈 有多狂 没事吧 我走 干嘛呢你 不是管挺好的吗 别慌啊 别往后坐 压到脚尖一点 压到这个斜舌得 哎呦我 哈哈哈 行不行啊 怎么样知道痛了吗 还狂不 还狂不 哈哈哈 你怎么每次摔我 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我一般不会见到这种 哎 后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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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踩下去 非常神奇的摔 摔法 一般人呢 不是这种摔的 对我见过各种摔法 但是这种摔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最后采访一下这个走了歪门鞋道的朋友 哈哈哈 怎么样 今天今天摔的爽不爽 怎么样 学会点东西是不是 还是总体来说还是比比上一次好很多 是不是 对啊 对 上一次就站不过 对 上一次呢 它基本上全是靠上升转的 所以说每一次刹车啊 基本上都管了一个306度大循大回转 然后呢 经常还会被迫倒滑 我一般嘛 像我们这种呃 教练还是建议大家哈 一定要把这个基本功打扎实了以后 再慢慢循序建讯 当然了它今天我看它的状况的话 呃 是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对 只不过这个重心的确 就是乱放 还是一个小问题 OK 明天再业再丽 flu 那就 我 这么大 这个 What 我 我 我 所以呢 critics